院长 各位同仁 大家早 上个星期在新北的中和 有一部汽车深夜逆向行驶 不服取缔 试图冲撞零检点 最后有两个警察 线上巡逻的警察把他拦下 原来车子是由一名少年无照驾驶 他在面对警察的时候 态度桀骜不驯 口出恶言 拒绝配合 原警使用强制力 把四个人都要求他们趴在地上 甚至还有一个原警 用脚踹了其中一位 这个事件造成舆论哗然 也引起许多讨论 警察的认真执法 该挺 但是对趴地少年踹头 明显的是情绪失控了 太超过 警察是个特殊的行业 面对的人事物旁杂 在街头执法的时候 永远有太多不可预期的因素 有不可掌控的风险 但是街上不会永远都是坏人 也不可能是每一个巨检逃逸的人 都是穷凶恶极的匪徒 他们可能只是单纯的想要逃避处罚 这是人性趋吉避凶的本能 第一线的原警 因为要面对可能的危害 要拥抱警觉的 有这样的需要 所以必须要经验警学 精进谨静 精实体能 才能够保护自己 也保护人民 而作为一个执法者 沟通与情绪控管 更是必须要有专业素养 执法时 与民众的沟通 可以理直 不必气壮 更不要动气 执法时 更不应该夹杂个人情绪 或者是让自己的情绪失控 综合警察 踹头事件发生之后 有阶层觉得非常委屈 因为国人手法的习惯欠缺 呛警 袭警的事件实有所闻 但是警察的执法尊严 必须要以专业素养迎回来 一言之 足够的警学素养 纯熟的警记能力 与正确的应处态度 才是真正的执法素养 警政署应该要强化 法治教育与勤务训练 让袁警能够更精确 更准确的执行 将警察执法的品质 有效提升 才能够以专业的执法素养 建立警察的尊严 法治的公民社会 需要人人守法 尊重执法 社会的治安守护 靠警察 请大家持续为警察加油 请警察自己也加油 谢谢 谢谢 感谢